当我们讲的是台湾的部分 那你一架的无人机的发展 无人机台湾的起步大概20年 可是其实像是美国 包括中国大陆 就中国的无人机的发展 大概已经可以回溯到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从苏联前苏联的时代 就已经接收到了许多无人机的技术 分三阶段到今天 包括这两三年的时间 美国以及国际上面 对于中国的无人机的一个发展的实力 其实给予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那台湾的瑞渊到底有怎么样的威胁性 但是我先请教陈一新陈教授 毕竟他是部署在航特部 摆在航特部当然主要是做的军事用途 虽然航特部也经常必须要参与救灾的工作 但是摆在航特部为什么 就是说今天摆进来了之后 在军事上面意味着台湾的一个军事思维的改变吗 我想这个侦查是台湾一直在做的事情 在冷战时期 我们就用Youtube去执行侦查任务 在后冷战时期我们还是会有侦查 透过冷战卫星或者是跟美国雷达的侦查 雷达系统我们通常是跟美国 是我们基本上是单向 我们先给美国 美国再把他所收到的讯息 看情况来回馈给台湾 那么跟日本的 日本也是单向基本上 但是日本得到的会比我们多 是因为日本是美国重要的一个萌方 这并表示台湾不重要 而是台湾的任务在美国眼中它会区分的 那么这个无人机的发展 美国这么那么有兴趣 这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有兴趣的原因 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确实让美国impress 他觉得这个收集的情报可以用 那么第二个呢 是他自己的有更高档的飞机 但是用在这边太敏感 比如说这个全球音过来的话 那中共一定会抱怨或者什么样 那么这个呢 而且经济上也不合太效应 这边就近就就近取材 另外一个还有考量 美国会透过这种方式来看看台湾 提供的情报 也许会需要改变一些无人机的一些性能 再让它或者侦察性能 或者是飞航的性能 让它更提升 那么仅然有两个还没有冲突 因为无人机最可能 成为今后很多海域的冲突的这个一个关键 因为用无人机来击落对方 或者是无人机护撞 都不会引起太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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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应